不顧形象 不顧形象大口嗑漢堡 嘴裡吃的是美食 眼裡看的是無敵海景 滿足心情全掛在臉上 要餵養無數饕客 漢堡香料絕對不能馬虎 我們自己磨的胡椒粉 牛肉撒上調味過的胡椒粉 雞蛋鎖住肉汁 再使出櫻爪弓 讓肉質充分吸飽香料 我們前面加入雞蛋是 不會讓肉汁鎖住的完成度更加完整 然後順便在雞蛋硬化的時候 它可以增加整個肉體的口感 肉球以拍打方式打出空氣 能保留水分 吃起來才會鮮嫩多汁 牛肉上放滿焦糖洋蔥 瞬間噴香 旁邊的培根在鐵板上 鼓動之身軀 油脂滋滋作響 肉香四溢 廚房裡瀰漫著幸福的悸動 最後兩塊厚牛肉以及培根 堆疊在煎過的麵包裡 雙層牛肉漢堡並非浪得虛名 厚度一絕 邪惡指數破表 外層麵包酥脆 內裡肉質合意 蔬菜扮演解膩工程 不是一般那種漢堡店的 感覺像是麵包店有那種 烘焙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也有點香甜的味道 遇到比較厲害的人 他們都是稍微壓一下 然後整口咬 然後咬完之後 肉汁就會從手上啊 或是嘴巴旁邊都流出來這樣 他們就會很開心 就是要讓客人吃到忘記形象 老闆江炳玲大手筆買進一大條 七斤重的紅甘魚 俐落處理 打造陶海人的浮誇料理 去骨剝皮拔魚精 讓魚腥味降到最低 就像切生魚片般 小心取下魚肉 連麵糊也是高成本 以調製的麵粉加入啤酒 啤酒麵糊裹住切成條狀的魚塊 下鍋油炸時能軟化肉質 也不會讓魚肉散開 外皮帶點淡淡香氣 魚肉甘甜 有著微微濕潤口感 沾點香茅海鮮醬 提出鮮味 大海滋味湧入舌尖 因為我們都是在基隆坎德里 第一貨嘛 曾經就有魚飯就是賣魚 也算是我們的朋友 他就自己偷跑來 然後點了一份 他跟我說我真的很好奇 我們的魚拿去炸會是怎麼樣 因為他以為了說 紅乾魚這種切成魚片的魚 在切成魚片的時候 很軟很甜好吃 可是一炸他以為會很乾很硬 可是吃完之後他就改款 深海魚安康魚也來助鎮 為了與眾不同 江炳林挑選市面上少見魚種 還有墨魚香腸透抽下鍋炸 集合在地海鮮 豐富的海味拼盤震探視覺 安康魚口感類似融蝦Q彈結實 深藏富饒滋味 又被稱為窮人的龍蝦 沾點塔塔醬香甜不油膩 不少陶客吃了又驚又喜 也讓這道料理成了經典招牌 滿新鮮的 然後覺得有吃到那個很海鮮的鮮甜味 對對對 然後又剛好在這個美景之下 覺得字跡棒 也在這個海洋裡面的感覺 我們客人有吃到安康魚的人 下次回來都會特別問說 今天有沒有安康魚 然後或者是留電話說 有安康魚的時候 能不能打個電話給我 把炸魚做到令人驚豔 除了是對食材的講究 還有江炳林對料理的堅持 過去他就讀金融海洋大學 在學校附近餐廳打工 深知這片海灣帶來的豐富漁獲 就在海運景氣一片大好之際 他從原本的貨運承攬業務 義無反顧 跳入不景氣的餐飲業 跟當時打工餐廳的老闆一起創業 其實我有笑著說過 早知道多待個一兩年 說不定就可以多賺個一兩桶金下來 但其實他買不到這種感覺 因為時間過了就沒有 機會就是這樣 雖然辛苦 但因為他的努力用心 讓第一家店生意蒸蒸日上 熱愛大海的他 又在附近開了第二家店 鎖定美式餐飲 搭配湛藍海洋 把大海的遼闊化為美食符號 用味覺還視覺療癒心靈